大家好,我們是 今天要講的是 水瓶座的由來 好,我們先來講一樣 他的故事跟你們認識的水瓶座沒什麼關係 就有一天,某一天 眾神在奧林匹斯的神殿辦了一場 一場Party 大家在裡面很High很High 那種主管階級都不會自己倒酒 都需要有人來服務他對不對 對沒有錯 那奧斯的女兒呢 就是之前都是負責幫忙倒酒的 他叫做賀貝 奧斯的女兒賀貝呢 他之前都是幫忙倒酒的人 對就是直接幫忙倒酒都幫忙倒酒 可是呢 同一天呢 在那一天Party的時候 奧斯發現說 他女兒已經要結婚了 要準備要結婚了 那怎麼還在幫別人倒酒 他就想說不行這樣子 所以呢 他就把他女兒就是Fy了 讓他不要再倒酒了 好好當人家人妻 但是 沒有人倒酒啦 那該怎麼辦 他就 奧斯開始很苦鬧 那時候還沒有伊林氏 那時候還沒有伊林氏 在趕羚羊 他是一個牧羊人 他是一個牧羊人 那他就想說 這個美男子看起來不錯 很適合拿來倒酒 他就問問看那個 你要不要來幫我倒酒 然後那個美男子呢 就想說 奧斯叫我去幫他工作 當然去 他就拋掉 拋下他原本的那個趕羚羊的工作呢 他就飛到天上去 幫忙倒酒 奧斯呢 很看好這個美男子呢 所以呢 就給他 永生 永生的能力 然後還有呢 給他一個 智慧的水壺 那這個智慧的水壺呢 在日後呢 就把他變成了 水瓶座去了 水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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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男子叫什麼名字 他叫做 卡尼美德斯 卡尼美德斯 對對 那我們來講現在我們覺得水瓶座 剛剛有人講到是怪人對不對 對 那還有勒 對水瓶座的印象 我們先講他優點好了 他是比較 崇尚自由 然後創意十足 然後興趣很廣闊 他是獨立 然後又有自己風格的 腦袋很敏銳 然後善於觀察的人 他的優點是這樣子 那他的缺點呢 是他很容易 太過理想化 對嗎 情趣不足 然後 太相信自己的判斷力 然後思想又多變沒有狠心 然後 比較叛逆不合群 又覺得這樣 他的缺點是這樣 你認識的是怎樣 認識的人 懷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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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酷凡 打擊犯罪 那種人 飛天翔牛主 但是這男生也蠻正義的 對 蠻正義的 他遇到比較不公平的時候 真的很正義的 嗯 我是不太確定他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 就是大家對於水瓶座的理解的選擇 他講出來的話他只是 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嗯 對 我認識了水瓶座 他們就是 真的是 壞 不知道什麼 為什麼 你認識的是怎麼樣的人 他就是 人格特質非常強 然後就是一個 很怪很怪的人 但他是個好人 但他 他 他就有很大 他的自己的個性 可是他就是非常怪 就是 他平常就是一個酷克臉 但是他會對某些 我覺得 不適合好笑的點笑 來講講看 有哪些名人是 水瓶座好了 鍾達偉家 看不出耶 嗯 嗯 嗯 杜達偉 嗯 我看你還可以演幾個達爾文 哈哈哈哈哈哈 試看看 快點 林肯 哈哈哈哈 可以嗎 可以嗎 還有 艾迪森 想要燈跑 可是 艾迪森 是一個很心機的人 那 是聰明的人 是啊 是聰明的人 對啊 我覺得他不是心機耶 失敗啦 喔 艾迪森這個專題的話 我們之後會再做影片給大家知道 好 然後再來是莫札特 音樂家 欸 就是蔡劍牙也是耶 欸 欸 王祖賢 喔 喔 王祖賢 然後 酒田法子 酒井法子 酒井法子 酒田是誰 酒井 酒井法子 歌手 他是演員 我感覺都是日本人 哇你怎麼都知道啊 很有名 舒伯特 你們知道是誰 音樂家 喔你們好博學多文喔 還可以 好棒 好厲害喔 雷根 總統 喔美國總統 Robbie Williams 喔知道啊 好厲害喔 欸他們很厲害耶 就感覺那個水瓶座全部都是 Michael Jordan 都很厲害啊 都是很聰明很聰明的 為什麼我會把他當作模範概念 是因為他們都真的很聰明 你要等到他真的到那麼厲害的時候才能這樣 太花生了 好 觀眾朋友們 你們有什麼水瓶座的朋友呢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講一下他們發生了什麼怪事 還是你的朋友就是一個名人呢 也可以 也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寫在底下好不好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然後記得點贊 按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拜拜 拜拜